是不是有人跟你说过 不要吃这些什么烟菜泡菜咸菜 因为里面有一级致癌物 亚硝酸盐 吓得本来都不敢吃了 然后又有人跟你说 要多吃这些烟菜泡菜咸菜 因为里面食物经过了发酵之后 有很多好的益生菌 对肠道特别好 有利于健康是健康食品 到底这些烟菜泡菜咸菜 是不是健康食品 我一分钟跟你讲清楚 有很多很多机构什么实验室 都做过相关方面的实验 就是烟菜泡菜咸菜 因为它都要加盐去腌制 而且时间放得久 我们本来食物是要变质的 放那么久对不对 但是加了盐它就不会变质 甚至有的烟菜泡菜加了糖 它也有一定的防腐的作用 但是放久了就是会导致亚硝酸盐上升 不过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这个上升它是有一个曲线的 很多的实验针对不同的 烟菜泡菜类型一边 叫什么凤爪 什么蘑菇 什么白菜等等 各种各样的 而且烟制泡制的方法不一样了 它亚硝酸盐的变化曲线是不一样的 我这里放了很多图 你们可以看 这个图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就是它的亚硝酸盐的变化 是有一个曲线的 废话不说 我直接告诉你们一个最重要的结论 就是如果你吃烟菜泡菜咸菜 如果是烟制4个小时之内去吃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有没有在家里面拍个黄瓜 然后放点酱油放点盐 对吧 放点醋 这样子抖一抖 马上就吃了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就是放到4周之后再吃 肯定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的亚硝酸盐的上升的曲线 很多有的是从两三天 开始上升 然后两周三周之后开始下降 回归正常 有的上升更快 几个小时之后就开始上升 然后可能两周之后逐渐又开始下降 所以不管是什么烟菜泡菜咸菜 如果你是在烟制的头4个小时吃 或者在烟制的4周之后吃 都没有问题 都是健康的 是健康食品 而且真的对肠道有帮助 但是如果你非要等到什么几天之后 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去吃的话 那亚硝酸盐确实一级债务 含量是比较高的 听懂的给个小信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